自行檔案 執行檔案 安裝 將PSP資料夾 右鍵複製 到記憶卡上面右鍵貼上 全部取代 複製完成之後呢 畫面轉到PSP上 之前PSP版本是6.20的 那我們去做一個改機 檔案都放好之後呢 去執行程式 執行這個安裝檔 那假設說 你之前有改過6.20 Pro 可能B6,B7,B8的 那我們這時候呢 切住L鍵 再按X 就可以安裝了 那如果你之前都沒有裝過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X去做安裝 那我現在按著L鍵 按X 然後再按X 回到XMB 那改機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執行一個程式 這個 這個 就依照提示 按XYES 然後它會處理 然後再第二個YES 那它就會回到XMB 那它就會回到XMB了 那這樣就改機完成了 好 像這樣子 OK 那假設說你今天不小心全關機了 或者是 好 電子拔掉 像我們以前 開關切除5秒鐘 那全關機 好 那再開機 那這時候的版本就會變回官方的版本 好 官方的6.20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不用再重新安裝了 我們只要去執行 6.20 Pro-B Festlico 這個就可以了 那自行它處理完之後 再自動跳回XMB 好 OK